大家好 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是2023年11月14日 星期二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講一個話題 就是的士涉戰藍亞裔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網上都有風傳的影片 我會跟大家講講來龍去脈 法例規則 以及我的看法 好 我們立即開始 事緣就是這樣的 在11月8日 位於觀塘的翠平 當時有一位女士 和一位南亞裔人士在等的士 正當有一架的士在一個屋苑的閘口洗出 是吉車來的 南亞裔的朋友就立即去截停他 但是當這位南亞裔人士想著上車的時候 就突然間在車旁邊就疑似 吐吐物 然後這位的士司機就問這位南亞裔人士 他去哪裏呢? 但是經過一輪交涉 最終這位的士司機也是拒載這位南亞裔人士 然後他們兩個就繼而發生 口角 即是吵架 這條片來到這裏就已經結束了 關於的士拒載這個問題就由來已久了 特別是最近幾年 我自己也試過 或者在的士停下就開天殺 其實這件事都是的士業界比較擔心的問題 以及一直都根治不到的問題 以下我就會跟各位網友講講 香港法例對的士拒載的罰則 如果 一位的士司機是拒載的話 是可以被罰的 如果一位的士司機是沒有合理解釋底下 而拒載 一經定罪 是可以被處第3級罰款 即是一萬元 以及最高被監禁六個月 但是當然的士司機就不管這條例 因為都沒有警察在附近 還有那些乘客又太友善了 又不會報警 其實的士拒載的原因就很多 一定是遼搖領先的第一位 就是因為不想過海 無論是香港過九龍 或者九龍過香港 很多的士司機就算是非交更時間 非繁忙時間 他們都不喜歡過海 他們經常都說什麼呢 就是過了海要吉車回來找不到人 或者是說對面海我不懂路 香港車就不懂九龍的路 九龍車就不懂香港的路 他們都經常說這件事 我都遇不少 但是我又這樣看 的士作為一個香港很重要的服務業 因為不只是香港人坐的 還有很多遊客坐的 你拒載絕對是 有損香港的形象 以及整個的士業界的形象 亦都 會令到為何那麼多人 現在是坐Uber 或者選擇是電照 叫車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的士實在沒有保障 折到刀 他都可以不再理 其實在今年年中 都發生了一宗比較轟動的的士拒載事件 其實 香港的旅遊業 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柱 叫做第四產業 香港亦都是非常歡迎 全世界各地的遊客來消費 不單止是內地遊客 還要全世界的遊客 很多景點 很多西方的遊客 東南亞的遊客 都喜歡來香港吃的美食 買東西 看一些很有文化特色的景點 這件事就是關於一位的士司機 是劏輸一個遊客 即是說 濫收車資 其實這件事發生在今年5月3號 那位遊客想著在尖沙咀的海港城 是一個很多遊客都喜歡去買東西的地方 很旺的地方 他們打算出發 上車去港珠澳大橋 但是當乘客上了車 開了車一段時間 在路程上 的士司機突然間跟乘客說 我現在要不跟咪標收費 我現在要四百多元 才肯載你去港珠澳大橋 當然這位遊客就覺得 太貴了 那麼離譜 他想下車 但是這位的士司機實在太無量了 他竟然反鎖了這個遊客在車裏 不讓他們下車 實在是太有問題了 還有這個 我之前的雜數都說過 已經構成了非法禁錮 如果各位網友想看 都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也有說 很明顯這個士司機除了濫收車資 劏遊客之外 亦都是非法禁錮了遊客 是很大罪 很有問題 當乘客要求下車的時候 本來的咪標只是27元 即是標都未跳 但是那位的士司機竟然要收乘客56元 你說這些是不是害群之馬 遊客都懂得計算 其實即使加上行李費 都是33元 33元 因為是6元行李費 其實就是收得太多了 幸好這位遊客都夠聰明 最後就只給了33元的士司機就下車了 成功下車 這樣也算是幸運 其實這個遊客是可以絕對報警處理的 其實我也想聽聽各位網友有沒有 受到的士司機的拒載 攬收車資 或者沒有禮貌的對待 我都很想知道 希望各位網友在這條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看看各位網友怎樣處理這些事情 以及香港的士司機是不是真的那麼壞 有什麼改善的地方 我都會逐一回應 最後我想說說我自己的看法 對的士行業 其實無可否認 香港的士行業的收費 比外地 例如歐洲 或者美國 是便宜很多 但是 的士司機的態度 絕對 我覺得就是 不如外地 當然 有些人說 你去紐約 美國乘搭的士 都是要給貼士 很麻煩 但是我覺得 香港現在的的士業界的 的士司機 很多都是變成 濫收車資 特別是夜間 如果大家有去過蘭桂坊 晚上或者銅鑼灣 旺角的消遣 特別是蘭桂坊 一入夜 很多的士就蓋上旗 就等在街上 消遣完 飲完酒 或者去玩完的 就在那裡截車 全部都蓋上旗就等了 買到來就馬上說要 譬如去灣仔 就算是 聽人說 蘭桂坊去灣仔 都要收二百元 想著乘客累 不如快點回家的心態 就上車 就給他錢就算了 這樣 始終的士業界 我覺得是要改善這件事 之前 香港政府有一個很好的計劃 推出一些優質的士 但好像是因為得不到業界的支持 無疾而終 其實我覺得 香港政府真的應該這樣做 推出一些優質的士 做好香港作為 國際大都會 亞洲國際都會的形象 我今天跟大家說 各樣的士拒載 以及濫收車資的事件就到這裏 正如我講過 如果各位網友有經歷過同樣的事件 都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也是逐一回應的 如果各位網友覺得我這條影片 說得好 是有養份 以及掌知識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 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星期一至五 每日一片 講一些社會的現象 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一些遠性新聞 以及 跟各位講一下 有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讓大家不會誤墮發網 多謝大家 訂閱我的頻道 點鐘 多謝大家 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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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